李宗盛 你自己看我們的掛沙灑 慢慢坐在這裡 慢慢把室蓋上有幾個緣位 然後慢慢掛上它 它會復原 自己不弄 當然我們的瑞士機更強 瑞士機剩下十部 八部都不想買 因為小事不好用那部瑞士機 你自己慢慢弄 因為買一部沒有一部 你慢慢用手指用那個咒字 就是一直練我們那個咒 接著就慢慢打它 不用用鐵打咒 你可以用我的潛水來掛它 它會帶通去走回去 另外就是 你說起步 走回去那些 是開始你恢復工人慢慢就 一路一路有很大的感覺 但這是很小事的事 但最重要是告訴你 我們為什麼突然間會down 很多人不知道 我上次給了三種力大家看的 一種就是想斃一點的力量 一種就是宇宙的療心力 一種就是化大了地心吸力的 就是我放火機就可以這樣發 但那兩種你吸過來走 那本人不會走的 還有我們的錯覺就是說 你不相信你自己是浮在這裏的 如果你坐在這裏 每一個人無論是站在這裏走到 你坐在這裏其實是浮在這裏的 因為你的人體結構這麼多個原子的組織 每個空間有水分有空氣在這裏 它浮起了你 你不想 如果你真的整個重量這麼重 坐在這裏那裏那裏那裏 一陣子會痛得很糟糕 都要成得這麼重 是不是 即現在你坐在這裏 那個支點那個支點 是很小的 是成得這麼重你的體能 那個體重量 即是說你是在浮在這裏 是但你不知道的 好了 你可以問一個 因為基於這個理論 我們才能夠打坐可以升起 如果它不是有這個結構 你打坐不會升起 你何來會升得起 你那些一個 好像人體全部都構成這樣 一個真是全部百分一百的 物質性的 結構性的物質 那你怎會升起呢 是逆反了 所以那些人說 那第二個問題是搞神秘 就是它們當作是一個實體升起 它是搞神秘 其實這陣子本身就是 漁浮在一個宇宙上 還有那個地球 地球沒有東西承的嘛 地球又沒有東西承著地球 沒有的嘛 它都是漁浮在空間的 我們只不過是 給那個地生吸力呢 錯覺了 你以為有重量呢 是領餘了一套物 實際上我們現在坐在那裏 是不浮著的 整個原子結構呢 是沒有黏著的 是有水分 有空間呢 是一粒粒粒粒浮在那裏 所以它這個人體結構呢 我們才有能力呢 是可以打坐 可以練到升氣 是一九 我回一回顧先 因為太久了 不記得這麼多東西 在英國曾經一個紀座 你上達百科全書 查到的 它三十幾歲死過人 它從出生呢 它就是漁浮在空間的 知不知道 有沒有人看過這段掌故 你們上網鋪上來 在達百科全書有幾座的英國 它從出生 懂得走路之後 那個人呢 就漁浮在空間生活的 到三十幾歲死了 好了 這個來自哪裏呢 現在你們回去試到的 你拿個磅站在那裏 你的意念呢 我腳側隔起 那個磅會掉的 就是你腳尖沒有離開那個磅 就是你的重量 你應該仍然是在那個磅上的 但是你的意念呢 我腳側一隔起呢 那個磅就會掉的了 掉了 掉到零的 就是說如果你把你的心靈的力呢 是控制到你這個磅浮身體 對沖了那個第三級力呢 你就是升起的 但是你不相信 第一你意念上不相信 你自己會升起啦 因為我們那個宇宙那個雜性的力呢 是很大的 在那個觀念上 你的觀念有呢 就是譬如我們應該過得很長喔 你不要當說笑喔 人來要穿過牆 你不會相信嘛 一你不相信 你就不會發生的 就是在那個網友問我 你不相信自己是神的 我勾了頭 一你不相信你是神的 那你何來有神的力呢 我們有幾載的喔 真是有人在房間裡 連電話的鎖了一道門 到鎖了 在後面到鎖 不讓人打擾他 他修持了一個波洲三湖 他練到那個境界 到他寫的時候 咦 為何從屋過去呢 那個日之後 混蛋了 裡面鎖了一道門 開了一道門 是很神奇的 那個是另外一道空間來的 但是我們不去追求你的 這些都幫不到世界 為何我這麼多年法 我都不去追求這些法術呢 特別搞這些東西呢 因為幫不到我的世界 現在世界人的問題是 正確的知識要提供 bow 好 快登興 ỏ